我们这个板子呢 自己可以自己去定制那个服务器的地址 端口啊 这些信息啊 支持二车开发 那么呃 原代码呢 我们也开放啊 像这里面原代码程序 我们都提供啊 那么比如说打开 用Q5工具啊 打开啊 这个工程文件啊 这个工程文件 那我这边已经打开了啊 那我们呢 找到SIM800C啊 这个程序啊 在这里有一个服务器的地址 可以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啊 这里是服务器地址和端口两个信息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服务器地址和端口用户 你自己拿到之后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去修改啊 包括端口啊 那比如说像我这样子 现在啊 生成是这个地址 那我编印一下程序 编印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啊 这个下载口啊 这个下载口 这下载口的定义呢 是啊 第一 第一只脚呢 是正303V的啊 第二只脚呢 是IST 第三只脚呢 是clock的啊 第四脚呢 是IO的啊 DIO的 第五只脚呢 是GND啊 按照这顺序去接线 像我这个啊 下载器呢 我这地方反正各个地方都有对应的 适应的啊 千万不要接错了 好吧 RST简离 千万不要接错了 有对应的程序的 下载好程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看到设备 插单电之后 会连到那个118的那个服务器上去 那我们可以打开118的服务器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输入服务器的地址的 啊 这里呢 是服务器嘛 啊 选择TCP SERV啊 这里呢 选择服务器地址啊 118 3118 7235啊 啊 这里呢 选择的是服务器的端口 我们程序里面写的是什么端口 就什么端口 点击今天 创口的定义呢 就是啊 GND RXTX啊 啊 那我们3.3伏可以不接 就这样子 创口可以通过创口工具 读取到啊 所有的上报的数据啊 CYK 这个字幕里面有 murmur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